日方滨海地区的蝙蝠洞是东南亚最大的折翅幅的繁殖地点 每年五月份是蝙蝠最活跃的季节 蝙蝠都会成群结队的飞过了山区飞过了滨海公路 不过季节过了之后蝙蝠公园就变得比较落寞了许多 日方区长陈其正他就表示希望规划把这一座公园更加的付主题性 让蝙蝠洞公园更有亮点 这两年蝙蝠洞公园经过准修后有了不一样的面貌 除了硬体设施改善可以欣赏到海景的特色也让游客着迷 如果是到蝙蝠出没的季节更是吸引游客前来 但是飞旺季时公园里的景色似乎略显单调 现在开始有了啊真的啊 那我要常来等要早晚黄昏的时候才会有吧 会期待看到吗 当然会期待啊 好那我们瑞芳区也是新北市独一的一个蝙蝠洞公园 就位在我们滨海的一个路上 那这个蝙蝠洞公园呢 我们在每年的暑假期间都会办那个蝙蝠的一个赏湖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这是新北市独一无二的一个蝙蝠洞公园 那我们希望能够打造形塑一个主题公园 因此我们加入了一些包括我们的五福林门 幸福一生 葫芦东海 终生幸福等相关的一些元素造景 区长陈其正表示目前你规划将蝙蝠洞公园打造为五大主题公园 分别是以蝙蝠的福字为发响 由五福林门 福如东海 终生幸福 幸福一生 福星高照等五大主题 目前正在办理这个相关的一个设计作业 那希望在七八月的时候能够来完工来做一个启用 那可以增添这个主题公园相关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风貌 那也可以让民众进来体会 那敲个钟就可以寻找终生的一个幸福 那因为我们后面呢 刚好这个蝙蝠洞刚好是滨海 那后面就是我们的东海 那所以我们也设计了葫芦东海这样的一个框景 那刚好也跟现场的一些地景互相呼应 局长表示 这五大主题将设计五个异象 期待成为拍照景点 让游客来到蝙蝠洞公园 不只是赏花 赏草 赏海景 还有别具意义的装置能让游客拍照留念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